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当时若有外邦人想要改姓犹太教 犹太人就替他们施行这种象征意义的洗礼 所以约翰呼召犹太人出来接受洗礼 意思就是要犹太人承认自己以前的生活仿佛 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 所以今天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 重新立志加入敬畏上帝的信仰 这是一种悔改性的仪式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这里表达的应该是一种洗 一种有关火般炼净作用的圣灵之洗 总而言之 这一节的意思是施洗约翰认为 时间紧迫 天国尽了 审判将至 自己的施洗只是要人悔改 但是他后面来的那一位 比他更是尊贵 更有能力 要借着圣灵与火来施洗 而且要施行审判 提鞋 这里包括了拖鞋和解鞋带的动作 当时拉比的门徒们必须服侍老师 而这样的工作是当时奴仆所做的 在这个地方 施洗约翰要表达出 耶稣的尊贵身份 他连替耶稣提携都没有资格 同时呢 由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施洗约翰的确是一位谦卑的仆人 施洗约翰的确是一位谦卑的